今天现场有三位朋友来到这里 你估计谁会来 我是打听了 我说编导 今天都来什么人了 是什么朋友呀 会挺厉害的 你们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不知道 没告诉他 因为我都没朋友 我都十几年 二十年 我经常拉着我两个女儿的手说 反正妈妈是脾气大 妈妈性眼好 你这样混得没朋友 都为了你们把你们养大 你们做我的朋友得了 好吗 你做我的朋友 拉着大女儿的手 泪水连连 拉着小女儿的手 最后人家大了 都要自己出去放飞了 有自己的男朋友 你又没朋友了 我就拉着我老公说 老公 没朋友了 放心吧 我是你的朋友 来 我们猜猜都是谁 接下来进入见字如面环节 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 与任意一扇门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 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这位嘉宾此时 只能以文字形式 将真实答案呈现于房门屏幕之上 随后 大来宾则需通过房门上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 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接受惩罚 请问您见哪个房间的嘉宾 一吧 咱们同意 好 可以 一号嘉宾请您提问 五个问题 就别碰我就行 好 你答出来就不碰你啊 第一个问题 问你是我老师吗 你是我老师吗 答 有这么敢老师说话的吗 是 可能没准我老师不来的 我就是太那个调皮了 老师没准不来 您才是我老师 我没学生啊 没教过学生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老师我跟你演过戏吗 咱俩合作过戏吗 咱俩合作过戏吗 回答呀 急死我了 哎呦妈呀 我看得出来了 有性跟您合作 您是主角 我是配角 因为我说白了 我就是结婚很多年 但是我也偶尔出来拍点戏 有时候拍的还挺多的 自己自己都记不住了 所以这个回答是相当的 好 来看第三个问题 男的女的呀 对 男的女的呀 快点 这是有什么男说的呀 男 写个男 女 写个女 对吧 当然是男生啦 哎有没有可能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姐 有没有可能是你 没怎么谈过恋爱 过一次前 不提这个感情的事 你是哪里人 祖籍安徽 猜不出来 确定猜不出来了 男的 我到现在就问了四个问题 我就脑筋急转弯 我都不得 哎 老师在哪拍的戏呀 咱们在哪拍的戏 焦东 焦东 焦东就山东那头呗 在山东啊 真是前不久拍了一个戏 拍戏这个人演过我儿子 叫马强 马强 好 请大家一起来 拭目以待 到底一号房间是谁 路着我别跑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 一号房间 答错了 掌声有请 方词哥老师 词哥呀 哎呀 你怎么来了呀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下呀 方词哥 他被称作是老爸专业户 他松弛起生活化的表演 给观众带来很多快乐 而今天 他将爆料沈丹萍 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没猜出来没事 但是词哥来了 词哥来了 我特别特别开心 你刚才还说你没朋友 词哥老师不是 是你朋友啊 而且我们是一个团的 词爷 你怎么能被猜出来呢 我 这是什么呀 这是 这是对不起 丹萍老师啊 是我们一个单位的 对 我们是 而且呢 是 我是看着他的戏 长大的 走入了革命队伍 哎呀 我刚才说老了呀 那也就是说 他演电影的时候 你是他的粉丝 对 绝对是 你一直喜欢他 这个 那个梦中情人呢 方老师 你不许跟我争梦中情人 行 方老师看是这个时候吗 是这个时候吗 对啊 多漂亮那时候 哎呀 而且他跟别的这个演员不一样 嗯 他这完全是那种性格啊 特别的纯真 对 我现在也很纯真 粉色 对 对 然后现在就是比以前 稍微开放了一点 您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个礼物 哎呦 谢谢 哇 我们都有礼物 太好了 我媳妇亲手做的 对啊 我的打扮 还有那些嫂子 嫂子是我特的 这就是男人 男人就这样 你说场上一共两个女的 你就是个男的 你把我当成个女的 意思一下也行 对 我媳妇嫂子猜到了 嗯 她专门给你挑了一块 哈哈 新手做的 哦 哇 你打开看看 哦 哎呀 天哪 谢谢嫂子 谢谢 真的是 自己做的呀 你这个 这个颜色的是给你的女儿 哎呀 太漂亮 她手太巧了